帮我洗个苹果呗 你腿咋的呢 没咋的 没咋的我给你点穴了 你这儿不进去啊 你本来纸递给我吧 不是你咋像那NPC 我就一靠近你 你就有任务啊你 你是那老单细胞软体的 我咋的光除了嘴之外 全身都瘫痪了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你早就拿了 你没合乎让我 他妈给这个阿里说脱口秀你了 你去开个门啊 看是不是送快递的 你到不去呢 你离得近啊 这回呢谁离得近了 你动疼动疼吧 真的 你他们一天都快懒费一天的了 走两步 没定走两步 男也不是啥毛病啊 我男朋友不就得找我这样 我懒不出门你多放心 你肉体懒着 带不住你灵魂骚动啊 你一天你是不出门 你个互联网上你也没闲着 你没闲着 你就进去这么躺着吧 过一年你给你送养老院去 直接躺患了 你以为人家跟你唠嗑就是喜欢你了 你就不是单身狗了 人家管他嘎的遛狗呢 喜欢你就搭遛一两句 不喜欢你就忙有事 他不是说他累了吗 想睡觉的 谁好人五点半就睡觉了 那不写愁吗 老弟你就记住了 别拿青春倒茶羊 恋爱哪有喝酒香呢 哎呦去你真买到了 我咋没买到呢 啥 你买着啊 那是啥 但是这玩意想喝爱不简单吗 你这是真够对啊 这才原汁原料吗 有点意思 这多好浓度自己够 你说这话挺神奇啊 喜欢喝咖啡的没买 喜欢喝酒的他也没买 那喜欢发泡泡的也都给买了 老弟你不懂 哎 这就叫营销 瑞幸需要茅台的体面 茅台需要瑞幸的流量 哎 这叫做成年人的第一杯茅台 中年人的第一杯瑞幸 那胖不是每天就买同一组号码吗 他种过吗 买他们二十来年了 真的是 就这么执着地干一件事啊 但凡他干啥他早就发财了 他总坏想都中五百万 完了好百佬我得不够找 一眼不吹又不一震态 我从来就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跟他买一样的号码 并且我都加倍 哎呦 怎么办 但是我以后就不买 咋的了 哦 你看了前两天的新闻是吧 江西那花了十万块钱吗 中了2.2亿那个 你要有十万块钱的话 你能多买台票吗 那肯定不能啊 那我不停家荡场了吗 那你要有一百万呢 也不能 那你要有一个亿呢 那我都有一个亿了 我肯定不买台票了 对啊 所以说 卧槽 难道真是穿越啊 要不是说你的脑瓜里有不一样吗 啥意思 你出生的时候上帝跟你脑瓜里按豆勺了 要不是一个人啊 他脑瓜不够用的时候 你骂他都不能买买买酒的 他十万买五倍 中二人二个亿 还得合理避税 那就相当于是 每一书奖金都不能超过四千块钱才能合理避税 八十个书子里边选七个 这组神奇的号码 他一次性都得买五万柱 哎呦 我的妈 这要是真的的话 那我比这玩逆袭还精彩呀 可不敢胡说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没啥意思 我不是阿美叔 看后续怎么说 我估计是没啥后续的 应该就是不了了之 我明天开启一天假 你明天是要应聘去吧 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那个 我对你终心等等啊 那让你把你的简历 发到我另一个公司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对你终心等等吗 那到哪都是你的名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你这危机公关 就是反应能力特别强 你之后就用你就看住你这一点 啊 我给你你先找二百 别走了 坏了 那我一定回公司干脏出店 哎 艾姐 我没带小请电架 我行 我扣你电架子 啊 啊 不是 你不怀疑我脱筹吗 谁用你啊 谁用你啊 我能朝你腿吗 那 那 那我要辞职 行 那不是 你都不挽留一下我吗 你去办理事件 我公立了 哎 嘿嘿嘿 别姐给你开玩笑呢姐 我为公司干脑徒弟 行 那你工作期间擅自离手 够你二百块钱哦 哎 哎好 谢谢姐 我给你二百块钱你知道吗 啥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觉得美甲多少钱 四百 刷下来四十多万一瓶了 啊 这都感到香港凡价了 你切记 美甲是装饰 所以它就相当于是装修 哎 所以它四十一万是装修的费用 且那是一次性 你他妈在这啥呀 你嘴里有号的呀 你好那么放心玩处底的 那你有啥关系啊 你做美甲吗 不就 那你房子呢 你一天抽烟五十 一个月就是一千五 一年就是一万八 十年还是十八万呢 省了钱跟买辆车呢 那你不抽烟你车呢 一个道理 不告诉你啊 别管太宽 管太宽 把你自己的路走窄了 记住没 知道了 你那胖不是每天就买同一组号码吗 他中过吗 买他们二十来年了 真的是 就这么执着的干一件事啊 但凡他干啥他早就发财了 他总快想能中五百万 把乱号摆过我那颗罩 一眼不吹又不一震态 我从来都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跟他买一样的号码 并且我都加倍 哎呦怎么办 但是我以后就不买 咋的了 哦 你看了前两天的新闻是吧 江西那花了十万块钱吗 中了2.2亿那个 你要有十万块钱的话 你能都买财票吗 那肯定不能啊 那我不停家当场了吗 那你要有一百万呢 也不能 那你要有一个亿呢 那我都有一个亿了 我肯定不买财票了 对啊 所以说 卧槽 难道真是穿越啊 要不是说你的脑瓜里有不一样吗 啥呢 你出生的时候 上帝跟你脑瓜里按豆勺了 要不是一个人啊 他脑瓜不够用的时候 你骂他都不能买玩抹酒的 他十万买五倍 装二十二个亿 还得合理避税 那就相当于是 每一书奖金都不能超过四千块钱 才能合理避税 八十个数字里边选七个 这组神奇的号码 他一次性就得买五万柱 哎呦我的妈 这要是真真的话 那我比真坏逆袭还精彩呀 可不敢胡说 那你的意思是 我没啥意思 我没啥也没说 看后续怎么说 我估计是没啥后续的 应该就是不了了之 哈哈哈哈 脑瓜疼 浑身没症啊 腿也疼 没事了弟 咱家有认人 我当场都烧头屋 我那天啥也不干真的 弄到挖头屋 屁我 他那么多事里面 哎 你说你都不关心 我就知道骂我 老弟你知道那古代那太监 你没发现正一般人的生命都长了 为啥 而且他们武功都高 你觉得为啥 为啥呀 为啥呀 不愈得刚 哎 练武才不会敌了当浪 你知道 你没事吧 我小时候零碰山手 我就喜欢一月那种三千 哎 长大之后 没想成这个 一月工资正好三千 哈哈 三千是你花钱吗 老弟 你还得还贷款呢 啊 你要没啥事吧 你收拾收拾尾声 你给这个 我不收拾 我怕这屋里收拾太干净啊 就说我这一个个阿基 有道理 我跟你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吧 就是为啥你分成背劲子 为啥呀 因为你不努力 老天都会收走你的财富 但反正 你要是自来就没啥财富的话 老天妈你也没啥办法 我小时候不就喜欢吃春菜吗 我爸就在我老家给我开个春菜馆 然后后来我上一校的 就啥专业吧都还行 就唯独的声乐吧 就学不好唱歌跑调了 完了之后我爸一见 就给我家老家给我开了KTV 然后说我大学到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爸就给我在那个沈阳混合边上 给我买了个三百多瓶的那个大瓶层 算装修花了一千来万 结果他妈第二天房价就跌了 哎妈自家给我哭的呢 都给我哭醒了 哭醒了一发现根本就买不起 你说我是继续哭呢 还是继续哭呢 你房子掉价了 那不是还有KTV和饭店吗 啥呀 做梦做梦的呢 啊 从打扫那个饭店你就开始做梦了 啊 一千万的房子你卖不起吗 你没事吧 我命啊 我啥呀 啊 因为限购是吧 好多地方都取消了限购 韩州不是也快了吗 别着急啊 限购 这就好比是啥 我都饿得快拉不出响来了 哎把大夫还给我开歇药呢 你说为什么现在结婚一定要买房子呀 不一定非得买呀 但是你得买 嗯 为啥 你看啊 蜗牛和啤梯虫 啊 为什么蜗牛看着就挺可爱的 而啤梯虫就看着让你特别的恶心 为啥呢 这就是有房和没房的区别 哎 你要是没有物质 就会凸显你的丑陋 你要是有物质了 就是丑的吧 就没那么明显 再调一遍我就买了 我的妈呀 你要现在能买吧 你就断你自己买吧 那早买不早享受 对不对 那人生三大错节 他爱你 股票会涨房价会跌 那会跌吗 你就算是跌了 啊 你也是为银行打一辈子工 那不跌的话 就是为开发商打一辈子工 反正总会这辈子都打工的命 有啥科技有点 跟你聊天哪那么压抑呢 那有啥压抑的 这不都大实话吗 那万家灯火总得有一展为你点亮吗 那你现在还属于秋黑一样 哎呦我怎么就却黑了哎呦 你这又风吓又打招的 你咋的啦 又到啥事了 哎 我想买个二手车 你不认识那个卖二手车的吗 你给我找找人 看能不能便宜点 干啥时候吃的 老弟有时候吧 有些事不要找熟人 找熟人烦闹麻烦 为什么呀 你就像我去年搬家 我去年搬家的时候 本来不行找搬家公司嘛 我身边朋友都说的 说这些都有车 你找啥搬家公司 我以前搬家公司的五百来块钱呢 拉到我正好省了 但他们搬家也不专业 把我的沙发给挂了 那都得到无所谓的 然后完事的时候 我先请大家吃个饭吧 拔银花了一千二不一千二三 之后就议席也不议席 你说本来五百块钱 就能搞定的事 请吃饭又休沙发 都花一千多呀 你说 这还到达了 那可不不 完了过不长时间呢 其中就有俩朋友问我借钱 一个说要结婚 一个说在父母住院来 我跟你说还不清的人情债 你就品气不要真的 对 那是啊 这还没法说 那个我跟你说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尽量就别大人精神的 免费东西 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老弟 免费东西的罪魁 有道理 那可不咋的 要不我再看看吧 哎不行我买个摩托车吧 哎我还行 那买摩托车好 还能兼职当气色啥的 那 那你送我个头盔呗 我送你个头盔 多钱呢 四千二 二千二 你的脑瓜都不值一个头盔钱 我给你随个帽子吧 哎这帽子挺好看的 嗯这马上到夏天了 我刚从德国上买的 那个free rabbit的棒球帽 还有我这个同款的 梅花流苏的这个发展 冬可精致了 现在趁着你520有活动 你买一个搭配小裙子啥的 平时不挺好的吗 哎正不错咋买的 上德国我只好先点我平时 还能充得签游门槛又一圈呢 那这帽子我可收着了啊 但是还得买个头盔 未来啊 不都说骑自行车都要戴安全头盔了吗 安全性啊 是得戴 那这么大岁数的 还骑自行车 还骑电动车 戴着头盔别让别人扔出来 啊 你这又红枪又咋做的 你咋的了 又到啥事了 啥 又啥事 我这叫静心 哎呦 你可别走火入魔咯 你别在我旁边 逼我就不能走火入魔 嘿嘿嘿嘿嘿 哎 我让你把我那车开去保养 你花八千多 你干啥了 你可四爱店入股了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中间逼我缝子了 你是不是不要钱了 就不 你看你说哪话 我我 你不有保养胆的吗 我微信给你发了 你自己看哪 你在二十四包 啊 那必保四千三百三十一 再加上 发动机 润滑养护 空气滤行 那你发到一共八千多啊 城市套路神 不行你回农村吧 不 那个 那农村套路多 村长不让说呀 我想崩死你 来我给你捋捋啊 润滑养护 这润滑养护三百九十八 既有本身就有清洁功能 它里边有那个清洁分散剂 你个大白给小本花钱毕业的啊 再说了 咱这车公里数 不到两万公里 要公里数大点的话也行 你这就像那个刚出新牙的孩子 是这样 用洗牙吗 那那我 我也不懂啊 你再说这空调绿行 一千二百九十四啊 哎呀妈 外边几百块钱 淘宝几十块钱 你有病啊 你说那个花一千二百九十四 还有这空调清洁九百二十一 换绿行不包括空调清洁 那咋的拉完屎之业 算苦啥子不开定啊 不是 那个这个 酸爱店说的 他们要求的 我也 他要求的 你 他要求的你就整啊 他给你打麻药了 你咋怎么听话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冷凝清洁 刹车油 我也就不说啥了 车内抚养离子 车内治理八百八 这什么玩意 不是人家说 净化空气续甲全 车内细菌啥的 要不你车不有菌吗 玩意的 有菌 啥菌八百八 你他最大的菌 你只要不坐我车 我车啥菌不带有的 你说咱的车吧 就好比那十六七的青少年 你给他整那么多保养品 他不央实吗 那我也不懂啊 你不懂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说咱车要是十万公里 就像那四十来岁的人 这人到中年了 他可能是小毛病多 他保养保养型 咱的青少年年轻低壮的 你给他整那些附加香 干啥呀 对对对对 对拿本机上下回 给你啥送品了 没有啊 我的老弟 妈出门脑干辣家了 人家还得合议呢 今天他妈可下雨 这个大傻子人的是 你能到我里擦手了 跟到我里擦干汤了 不是你看我好心帮你 你咋还骂我呢 妈你好心你有啥心呢 骗你那把新拉丢了 你这么有主见我不给你钱了 你当我把姐妹求去 哎不是姐 不是你看你我 这青少年姐咋过呢 咋过 你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脸 都不敢那农村的好窝底子 去黑嘎巴扯夜的 你那样的谁跟你过呀 我这不是钓鱼去晒的吗 你妈真 都说你不好找对象 那样24小时守着那盒 不知道的以为你那片土地呢 哎你这么爱钓鱼 你直接把那货签盒利息多好呢 有道理 我想钓鱼赚钱买个劳力士 行啊 但是你要是带劳力士的话 你就不能开你那几万块钱的小破车呢 为什么呀 那人你起码得买个百万级的车 要不人得行的 你带那个表是假的 啊 完了你开个百万级的车了吧 你也不能住你老家 那个七十来瓶老破小了 你咋的不得换个二百瓶大平成呢 要人行你的车是足的 不是 你这不是迪洛德效应吗 为了设证书我还得包装脚子 你妈去呢 你不傻呀 还钓鱼还买劳力士呢 钓鱼能买得起劳力士表袋就不错了 那你咋还代表啊 我这不一样啊 我这是德国蓝族黑金小方堂 经典的黑金配色 简嫩大气又好看 还是爱情永恒的寓意呢 西西德国还有限定包装呢 史车局礼盒装 送人自留 氛围感都拉的满满的 点我评论区就能买 而且就品牌制发商品有保障点 评论区还能抽一千块钱 我门口游回卷呢 你姐气质在 带啥都是实力派 你这实力不允许 你就属于是玩乌丧志 我怎么就玩乌丧志了 哎呦我那妈呀 你看你那点爱好 除了吃就是喝 再不就抽 再不就盘 再不就掉 你说你行的行的怎么赚钱 是吧怎么实现自我价值 为国家 为家乡做点贡献啥的 我怎么没为家乡做贡献了 你妈你为家乡做啥贡献了 那我出门打工 那不减少了平和人口吗 今天随你随多少钱了 妈打住我爸 我知道你要问啥 别说了 过年了又长一岁 你不上火啊 我有啥上火的啊 我挺好的嘛 一人消费没人脱累 没有吵架没有流泪 想玩我就出山 不想玩我就闭关 累停了 我就可由他们 不结婚 你一个人想孤独终老啊 那最后不都一个人上路吗 那咋在这玩儿还能拉帮结果 组团绿地走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找雷像吧 就像是找厕所 嗯 当你追在第一个 你发现很脏 于是呢 你找个第二个坑 结果你发现他没有纸 于是你就找了第三个坑 你发现他又不又纸 又很脏 你反过来找第一个坑和第二个坑 你就发现 他已经被人炸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妈姐你咋个事呢 你妈呢 我妈打麻将去了 不是我怎么一来找他 他就打麻将去呢 你要找他干啥呀 他又给我接受对象啊 这家只用我超能力真的 要不然你妈不再把他接受给我的 咋的呢 哎呀那真是 就那长相 放海里头最自动的是个成像 那你接我 我离老远就看着他头皮了 嗯 那可能忘洗头了呗 头皮 头皮 不是头皮系 哈哈哈哈 那放山里头走一圈真的 那走进科学能播五级 那要是你说能跟着 真的吗 真的吗 咋的啊 姐我的意思是你今天打扮挺不漂亮啊 口红显气死了呗 我这ysl416是我最近在德务上买的 他们大牌口红四号特别全 而且比装更便宜一百多 那是一号活动 再说了 你姐精神在到哪都是死地拍 跟哪个妈将馆 我家楼下那个 哎姐你给他送口红去啊 快给他送口红 我给送的一张红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太吓人了